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还不是唱模特的那个人 杨承林可以接受李荣浩的全部 唯独接受不了他的模特 因为那是李荣浩写给前任的歌 字里行间都装满了他们的故事 前任叫陆瑶 是歌手也是模特 当年陆瑶为了李荣浩 动用了身边所有的人脉 只为了能够帮助他完成音乐梦想 终于充满了李氏情歌味的模特吻事 据说这首歌是以陆瑶为原型写的 也就是这一年李荣浩的知名度迅速攀升 陆瑶甚至为了不给男友热麻烦 删除了他们的恋爱动态 本以为能换来一个幸福美满的未来 可陆瑶没想到男友选择在这时放弃自己 他心有不甘 屡次挽回都没能成功 只能忍痛放弃这段过往 不久后 李荣浩就宣布了和杨承林的恋情 面对网友的指责 李荣浩一方面表示自己和陆瑶早已分手 另一方面又坚决地为现女友发声 让大家不要骚扰杨承林 这样的做法不得不让人怀疑 李荣浩对陆瑶的感情究竟是否出于珍惜 痛失真爱的陆瑶还为此患上了抑郁症 毕竟四年真爱抵不过和别人三五天的暧昧 想必换作谁都难以承受吧 我说我们在台上 我就不要有太多的互动 我们就两个人 我就唱你的歌 你把你的歌唱好 你好好的唱 李荣浩又多爱杨承林 节目中 主持人询问李荣浩 最近都听了什么歌 当他将手机画面转向镜头时 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正是杨承林的左边 而且还是昨晚睡前听的 这波狗粮洒的令人猝不及防 李荣浩之所以如此深爱杨承林 背后其实藏着一段心酸的回忆 李荣浩曾经历一场非常严重的车祸 全身上下多出骨折 生不如死 他曾动过轻生的念头 我有时候偷偷个医生 我说医生啊 我给你让我死了 而就在他刚刚痊愈出院后 紧接着又接到了父亲病重的额号 他刚赶回家没多久 父亲便去世了 因为给父亲看病 家里欠下一屁股债 李荣浩只好带着母亲到北京讨生活 靠写歌卖歌勉强度日 就在这时 他的生活出现转机 他写的幸福果子被杨承林看中 就是这一举动 帮助李荣浩打开了在圈内的知名度 2013年 李荣浩在朋友的赞助下 发布了成名曲《模特》 专辑的制作几乎由他一人包办 就连封面的写真也十分随意 出乎意料的是 就是这首歌帮助他斩获了金曲奖 最佳新年奖 从此 李荣浩也因为工作和杨承林的交集 越来越多 2015年 两人恋情的事实逐渐浮出水面 不论是零点发生日祝福 还是公布亲密合照 虽从未官宣 但满屏皆是挨一 他会悄悄将杨承林说过的每一句话 熟尽于心 比如 杨承林希望自己的幸福 有亲友见证 李荣浩便在求婚当天 请来了亲朋好友 安排了一个巨大的惊喜 把睡眼腥松的杨承林感动到落泪 或许 这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 李荣浩给别人写歌 有多心机 他给薛之谦写的歌 叫丑八怪 给古巨鸡写了首《怪物》 还给张信哲写了一首《第三者》 而他自己写的是《模特李白》 有人说 他是娱乐圈里最抠门的男艺人 直播过程中突然断线 结果竟然是因为手机欠费了 于是他立马充了一百块 还告诉粉丝 只能再聊一百块了 从他出道到现在 发布的49首歌里 只有7首是请人做的 剩下42首歌 只花了一点电费 因为从创作到编曲 都由他一手包办 就连混声都是自己做的 不仅在工作上抠门 生活中他也很节俭 别的明星出街都是大牌傍身 他出门穿的是地摊货 手机套餐买的是最便宜的那一款 而他之所以如此节约 还得从年轻时的两场事故说起 当年他还在玩乐队 为了参加演出 从蹦步自驾到南京 没想到中途遭遇了严重车祸 全身上下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口 让他痛不欲生 小的就不说小的太多了 小的有几千个我觉得 对大的就是肋骨断了三根 有两根从肺掐通 这个腿当时这个膝盖在后面 反过来就这样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 他一直没有告诉家里这件事 直到度过了危险期 就在他治愈出院后不久 他父亲却病重疑似了 因为我当时很多家人就说 不要跟我妈说 不要告诉我荣耗 让荣耗好好的工作 没告诉我 工作算个什么呀 对 对 对比起 我说比起这种生死 亲人的理事工作是什么 工作什么都不是 你知道吧 真的什么都不是 李荣耗父亲给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是这样 我爸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真的是最后一句话 就最后一句清醒的话 就是 他说 荣耗 过了今天 从此以后 你这辈子 没有什么事可以再让你害怕了 经历了和死神擦肩 和至亲别离之后的李荣耗 仿佛一夜间长大成人 他明白了生活的心酸和不义 父亲去世后 他便扛起了养家的重担 北漂整整四年 才将父亲欠下的医药费还清 正是这些经历 让他明白了 挣钱有多不容易